也是我们二合一的铃子 首先安装我们的一个仪器 首先安装它的一个脚踏板 对准中间这个口味 对准相应的口味 直插进去然后锁紧即可 接着安装我们一个金色手柄 这边 对准相应的口味也是直接插进去锁紧 再接着安装我们一个白色手柄 对准这边 然后锁紧 连接电源线 首先介绍我们白色手柄 这里的话配有三个头 大一点的话是助于我们面积 大一点身体一些部位 这个小的是助于面部 这个小一点的话 一般是做嘴角演奏的一些细小的部位 首先安装我们一个探头 探头的话对准这里 旋转顺时针 拧紧即可 金色手柄的话配有四个探头 那这个探头的话就是做一些面积带的部位 这个是做一些脸部 这个是做一些嘴角细纹 眼角的细纹 然后这个是做于我们去除表面色斑一些皱纹 但是这个是不接触皮肤我们操作的时候 这三个探头是接触的 然后我们接着是安装我们的探头 探头也是对准顺时针 拧紧即可 那我们一个开机键 我们按开机之后有一个N的 A的话是我们一个自动模式 N是我们一个手动模式 首先我们按这个 这也会显示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图案也显示白色手柄 就是相对应这里 那按这边的话是相对应 操作我们金色手柄的 那首先介绍我们这边的 这边的话有一个 这边是显示我们一个频率条件 加减 这边是能量 一般频率我们建议从三开始 能量的话我们可以也是从一开始 这样子 这个是开始 暂停 那么接下来是借上金色手柄这边 点击这里 然后进入 然后这也是调节它频率的 频率也是建议从三开始 那样这边的话就选择的探头不一样 就是我们也是从一开始 这样子 这个是开始 暂停 接下来是按返回 接上每个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的话 它这个屏幕的话 点击不了是属于正常的 因为我们手动模式是配合脚踏来踩的 手柄这里按开始暂停的话也属于正常的 手动模式这里就按不了 这三个属于正常的 接下来我们示范一下操作面部 我们操作前的话都是探头都要擦拭消毒 然后保持探头的一个干脏 然后接着我们操作的话 脸部的话要清洁擦拭 然后操作前的话它操作者 配戴的一些金属饰瓶的话都要摘下来 那么现在是接着操作 采放 我们手柄这里的话也可以 自动模式这里也是可以按的 手柄这里 按开始暂停就这个键 那么按开始 能操作的话要保持脸部干爽 然后接着贴着皮肤操作 有没有感觉 如果客户没什么感觉的话能量可以增加 贴着皮肤放到两秒到三秒 一直放一下我们注意讲一些 谢谢的部位可以拿一些这个操作 每个摊头可以走个两到三遍 那这个大一点的摊头的话是做我们身体的就是手啊 需要把背部一些痘痘 够痘呆加上去的 接下来我们示范一下金色手柄操作 这个摊头需要操作前要脱稳拋 按开水 从颈部这边提升 上来 贴紧皮肤 1号探头做完了 再接着去操作我们这个探头 那么更换 所有探头更换的时候 必须按暂停之后 再按暂停之后 再更换探头 那么操作的时候 这个手不要碰到 金属的部分 可以这样握着 按开始 这也是贴着皮肤 同我们脚这样往上走 我们接着 更换探头做3号 按起动 操作的时候 沿着它纹路这样 上下移动一点 不要离开皮肤 可以上下走 操作它眼睛的一些细管这样 上下走 然后横着这样往上走 我们 操作到金色手边这个探头的时候 的话 为了方便操作的话 我们还是选择M 就是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 一般是配合脚踏去踩 这个探头是不接触皮肤的 这个探头不接触皮肤 这个探头不接触皮肤 我们先对准 然后再搅 踩这个脚踏板 这个操作的话 不可以它一直放在这里停留 两秒以上 就可以分次的这样操作 然后 看到它这个表皮发白即可 这个位置 那么整一个操作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探头需要擦拭干净 然后的话整一个浆尖就倒置结束 那么整一个操作完成之后的话